对局一开始铁根想要凭借其高超的游戏理解压制对方 对局正式开始 双方先是二技能互换血量 随后敌方圆哥冰抢二 而铁根则晃晃悠悠的走位了一段时间后 使用二技能和三技能倾限 随之一套技能便都打在了敌方傀儡上面 没技能的根根丝毫不慌 开始疯狂评 吃口药 先拉开一个一技能 圆哥拿下了圆哥的一技 虽然铁根说的那么大声 一副胜利的表情 但其实没看清到底拿一技能的是谁 应该是我一技能 你看我经济比他高 我的一技能 根根拿了一技 赶紧推销一下你的出装理解吧 我家都是三技能 他家都是一技能 其实他家一技能强一些 但是我的出的是金 二人继续兑现 并同时傀儡换位来了一波置换反应 看得出来二人都已是圆哥的绝顶高手 所以我愿称之为卧龙凤厨 对面这个凤厨 抢先到达四级 并且过来偷袭根根 让我们看看铁根是怎么化显为夷的 你怎么四级了 坏了 至尊平 这五八铁剑的圆哥 拿我没有办法 这就是经济护手 我超爱出经济护手 得意的根根回到线上 又制定了严密的作战计划 是要取敌方圆哥首级 可是结果却 我知道怎么拿 他放魁力 我先把他傀儡秒 我要先秒他傀儡 我这个二三技能不能 一个二三A就能秒他傀儡 出个反甲吧 讲给他一手反甲 一套没把他秒掉 我让他打了 让他反倒 随后铁根痛失和线 我的 我的 我套 但却一个二闪拿下了对面 二闪 对面真的会玩圆哥吗 不过铁根还想再和凤厨玩一会 让我们看看这最后一波吧 我试着能不能再操作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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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着能不能再操作我